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一手主导的小英基金会 在执行长林权带领之下 昨天结束了访问大陆的行程 虽然蔡英文本人并没有参加这次的出访 但是因为是有林权带队 再加上随行的成员都是蔡英文所倚重的幕僚 所以外界也在猜 蔡英文可能是借此和对岸建立沟通管道 真的是累坏了 执行长林权可个不停 19号结束大陆采访行程 才隔一天清上前线说明 实在是因为行前没公开 保密到家 引起各界揣测 是否是为了帮蔡英文建立和大陆的沟通平台 在全会里面 他们特别针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 当前所面对的一些瓶颈 那么做了一些很重要的政策性的宣誓 和一些主张 那么我们认为有必要去了解 那么专业交流就是专业交流 我们不需要过度的正式化 礼貌性回访 强调是经贸学术交流 但参访团一致排开 蔡英文说成员都是首长等级 同一时间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也在欧洲出访 如此肯定自家的两岸小内阁 很难不引起外界联想 一直参访团的成员绝大多数担任过政府财经部会的政务官 那么都属于首长层级的组合 我觉得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在这个时间点上我觉得还是延迟过早了 虽然华山会议落幕 但党内两岸议题却延烧不断 从动毒到中国加一 甚至是台湾加一 决战对中政策 成了民进党内五月改选主席的暖身赛 用电TV有家宇柯章台北报道